杰克的状态我提杰克去亚运会 这个确实散黄昨天也跟我说了散黄也是觉得现在杰克的状态 他觉得是一个亚运会的一个人选 有利竞争者有利竞争者 对呀但是mv你给了rookie啊 我第二把给了 我第二把给了 我先问一下 其实散黄还真的一直挺喜欢杰克 他昨天也跟我说就是说 他觉得现在杰克的状态完全亚运会 首发没问题 大宋老师呢 觉得有有有其他的吗 感觉杰克这些状态确实挺好的 但是到时候看吧 开始elk和杰克这些状态更好 就是elk和杰克二选一是吧 到时候看没说 我没说只有二 反正这两个是有利竞争者 那你就说这两个了 你就意思是没有第三个人吗 你这运在不行吗 做我们这个意思吗 嘎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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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拉今天那个侠不猛吗 你家都回来了呀 呵呵那四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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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啊啊啊啊啊怎么突然四个了 四个有点太夸张了吧 这四个怎么选啊 四拳一太难了呀 有利竞争者选到最后还不好说 都得去试询一下啊 呃我想听一下音笔哥的高解好吧 这个音笔哥不提名音笔哥说觉得是齐选一 我只能说首先可以排出林尾翔了 嗯哈哈哈 目前的这个状态可以排出林尾翔跟赖子了对吧 这个两个确实 对灯跟那个我觉得林尾翔是本来 但是冲击赛很多人在说啊 林尾翔怎么怎么样赖子 什么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肯定是二选一 JK老婆的翔克 但是只看 最近的表现跟最近的状态 我觉得是JK老婆大于翔克的 也要看后面就跟明天那个京东打翔克的比赛啊 这就京东打那个比赛的比赛 但是 明天比赛还没开始了 所以我目前六月 今天六月十七号 我觉得是JK老婆大于翔克 所以节目还是早了一点 应该明天结束了再给他拍的 可能每周也有不同的一个变化吧 嗯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亚裕会阵容预测啊 上单兵打野薰中单奈特 下路是射手艾克辅助Mako 替补射手乌兹 然后右边有提问 啊 AD必须冰冰 其余随意 都冰薰艾克都去了 BLT下路还不配一起出 哎这个其实我觉得 挺多样选择的 包括上路你看69对吧 哦对 对 对然后其实还蛮有一些 争议的至少有些位置上啊 对对对 感觉辅助ON应该没问题 没 辅助ON顶级 我觉得辅助确实我那个ON 最近主要是不搞了 而且这种比赛 他肯定是会打得非常非常非常认真 他不搞自己队友 他搞对面 对 但是他搞对面 他变得对面 对啊 那这样子吧就是三位嘉宾每人给一个这个亚运名单好吧 从 硬币这里开始 哎这已经开始了吧 哦这是集训名单 对对对 好每个人挑五个 好 硬币哥 你先来 就是不要选踢薄直接每个位置只选一个是吧 对手发直接选 那我从上楼开始选了 OK 我觉得上楼 冰哥 OK 然后 有着冰哥的原因是因为就很简单 因为冰哥 太想打了 就已经开始练肉应手 我看得出来他很想打 真的很想打 如果他不是这样子 他也不会练肉应手 他最近很在开始练 而且效果还不错 打野位置的话 我看一下 第一个怎么是我兄弟啊 稍等 第一个怎么突然回到右边的人 但是我兄弟 我本来想选杰杰的 但是今天看完比赛 我觉得杰杰状态是不是很稳定 我打野位置 我还是会选 哇 他也太难选了 但我选位吧 虽然R&D状态不好 小微 但是我觉得位的打法 只要就是要因为大的比赛 只要其他位置都是 因为我觉得目前 现在R&D状态不好 不是因为他的问题 我觉得其他位置确实 你帮了不能吸 打野像是工具人 对 对 我觉得跟他没什么 但是他的状态一直都很稳定 而且他玩的很变态 我喜欢变态打野 然后到了中罗 中罗不用说了 左手 左手 OK 中罗这个没有 这个几乎是没有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真的算了 这个真不用说 对对对 adc 我觉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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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但是现在让我选 我今天只能选这个老婆 因为明天比赛我还没看 嗯 啊 这个老婆 好 辅助的话 我是会选 诺文俊 诺文俊 这个是英比哥给出的一个手法 如果再带一个替补呢 带一个吧 再带一个替补的话 我会选上单369 因为我觉得中罗有左手 左手 功能型中单 收拾英雄都会玩 adc 我觉得 你带个adc替补说实话 很难轮换 包括辅助也是 你换了一个辅助 你也知道这个节奏啊 运营这方面 你要你要集训嘛 对吧 打也更不用说了 我觉得也不是要固定 不能带替补 那你说带替补的话 我觉得带上路 因为兵哥的弱英雄 确实玩的不一定好 但是 最近369 不怎么玩输出英雄 我觉得带替补 上单替补可能好一点 到时候看版本就换了 输出英雄就 兵哥 弱英雄就369 我觉得这次就是 最顶级的LT 目前 好 这个是英雄给出的 我们的亚裕名单啊 那散黄 散黄 我和英雄 差不多 上路的话 我先选个鸡哥 先选个鸡哥 然后该鸡哥这个版本啊 版本答案 然后打野的话 我也很喜欢小微啊 我也选小微 中单 没得说了奈特 ad套刚也说了杰克 然后辅助也是啊 我前面都说了 然后替补的话啊 替补我也加一个369 好 嗯 这是散黄的答案啊 差不多 大众老师 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我的话 要带替补 肯定是上路选两个 69跟兵 69跟兵 然后 中单如果是K黄的情况下 我选择打野肯定选天 各位老师稍微说慢一点 来不及话 打野是谁 好 好 ok ok 天 中单是谁 打野 打野鞋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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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不是天真 啊 不行 ok ok 好 下路的话 艾尔克啊 好 打野天中路是K黄 下路是艾尔克跟 啊 这个是大宗老师给的 答案 好吧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认为的亚运的名单 或者说把你们支持的这个嘉宾的这个手法打在公屏上啊 哦 我们支持谁的答案 但这个的话确实你得看他们集训的状态 对吧 你得看他们在到底磨合啊怎么样 因为我们说的只是纸面的一个实力跟最近的一个状态嘛 不知道他们集训五个人磨合到底怎么样 而且下次才才打了一半啊 对 到时候版本你也不好说 因为到时候可能是准备现在的那个版本嘛 那个可能是准备一份的那个版本 你也不知道改的会直接改的怎么样 这不好说 嗯